伊蘭東山河水域因為有排水口 顧及安全上的考量 不開放全面水域活動 而經過四年的爭取 部分水域終於是解禁 過去禁止的獨木舟還有立獎 可以正常下水 而今天台灣開放水域聯盟 在提案邊舉行了記者會 邀請各地水域玩家 一起來同樂 抗正四年多 伊蘭東山河水域終於大解禁 台灣開放水域聯盟 26號上午 在天照公邊提案 召開記者會慶祝 接下來時間都是大家的 希望大家今天玩得開心 台灣各地水域玩家 角色扮演齊聚東山河 享受水域風情 一定要來的 東山河開放的一個紀念活動 要朝著水域解岩的方向來發展 玩家自己要致負安全的責任 只要做好自己的安全措施的話 看好天后 就可以很自由很安全的 在這片水域從事水上活動 伊蘭縣府過去以東山河有排水口 顧及安全考量不全面開放水域活動 不少民團抗爭求解禁 這次宣布開放部分水域 日前禁止的獨木舟 SUP等可以下水 無人數限制 在正式公告後 也不用向主管機關報備 但玩水還是要遵守相關規定 畢竟要玩得開心 安全也很重要 借宜蘭綜合報導